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省委书记景俊海到中国一级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阵型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德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紧紧抓住发展新制生产力带来的新机遇 主动顺应科技变革和产业发展新趋势 持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深入开展对德汽车合作 推动吉林汽车产业集群再上新台阶 目前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主体建筑 已经完工 生产设备均已调试完毕 景俊海实地查看预批量生产情况 他说 4月1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舒尔茨总理 就推进两国产业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是中德汽车合作新的标杆和典范 我们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尽快实现全面投产答效 努力为深化中德合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后 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中国一汽工作汇报 充分肯定中国一汽取得的优异成绩 景俊海指出 中国一汽是我国民族汽车工业的重要标志 我省国民经济的顶梁柱 当前 汽车产品创新迭代速度加快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希望中国一汽直面挑战 成事而上 以新思路 新技术促进产品提制 服务增值 更好赢得先机 占据主动 向着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继续为吉林全面振兴 稳住上升期 稳在快车道 贡献力量 要进一步抓好战略谋划 紧跟电动化 智能化 网联化发展趋势 加速科技创新 强化技术储备 拓展国际市场 积极抢占新赛道 构筑新优势 要进一步抓好产业配套 围绕吉林产业布局安排 吸引配套企业和项目就近落地 不断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要进一步抓好科技研发 聚焦车路云一体化发展 深入推进与能源 交通 信息通信 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跨界合作 持续加大创新投入 积极引进科技人才 努力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不断把技术转化为产品 把投入转化为效益 要进一步抓好现代服务业发展 着力打造出行服务品牌 加快发展汽车金融 贸易 改装 检测 检验认证等增值服务 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景俊海强调 我们将持续深化 央地合作 继续举全省之力支持一气创新发展 正起双方陆力同心 携手同行 攻坚克难 团结奋进 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新篇章 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率先突破 再立新功 副省长李国强 中国一气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 和总经理刘一公参加调研座谈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会见吉林楷模 王岐同志先进世纪报告团成员 景俊海说 王岐同志是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先锋模范 是广大共产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标杆 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和退役军人 永保本色 永逸前行的学习榜样 是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为民服务的先进楷模 省委省政府授予王岐同志吉林楷模荣誉称号 并在全省开展学习活动 就是要教育引导全省上下学习王岐同志 信念坚定 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身残制兼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大爱无将 为民服务的宗旨情怀 永保本色 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努力争作爱国主义精神 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 在困难挫折中奋发而上 在逆境挑战中勇往之前 要定目标不放松 敢闯敢干加实干 奋力推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希望报告团成员用心用情 讲好王岐同志的故事 让榜样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让先进世纪更富有感染力 推动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习的文明新风尚 景俊海强调 实现吉林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需要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要把学习先进典型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聚焦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培育四大集群 发展六新产业 建设四新设施 推动形成新制生产力等重点任务 立足岗位 奋斗实干 切实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扎实成效 要深入开展 集领好人 引领风尚主题实践活动 以先进典型事迹 激励党员干部群众向上向善 切实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 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要进一步加强 对先进典型的关爱保障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温暖关怀 送到他们心海上 报告团成员一致表示 一定在报告中融入真情实感 让听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 更好感染激励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吴海英 曹陆宝参加会见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景俊海署名文章 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构建新安全格局 贡献吉林力量 文章指出 吉林肩负着维护国家 五大安全重要使命 近年来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识 不断提高国家安全工作 现代化水平 在协调运行体系建设方面 坚持全域建设运行 省市县三级党委 国家安全机构 在基础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完善加强新时代 国家安全工作配套政策 在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方面 着力打造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建设吉林样板 在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方面 采取必要避险措施 坚决杜绝 影险作业 待定开工 在宣传教育体系建设方面 坚持集中性宣传教育和经常性宣传教育 相结合 共同助劳吉林平安稳定的人民防线 吉林省将继续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 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中 做出更多吉林贡献 4月16号新华网刊发 吉林省一季度外贸进出口实现开门红 报道 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24.1亿元 同比增长15.5% 实现开门红 4月1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 重车去重车回 吉林省中欧班列循环更畅 报道 2024年一季度 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达42列 同比增长68% 双向运输日趋均衡 进一步助力吉林拓宽对外开放通道 4月16号到17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就文旅产业发展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全国两会部署 充分发挥资源秉赋优势 推动生态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努力打造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动囊新优势 胡玉婷十分关注长白山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他先后来到传奇小镇 雪荣花生活馆 长白万象步行街 新奇世界作荣府 太阁岭山地运动公园 仔细了解旅游业态发展情况 胡玉婷强调 要倒排工期 加强施工组织 加快建设进度 确保项目按照既定时间投入运营 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 讲好长白山故事 大力培育演艺团队 合理设计演出场次 门票价格 旅游动线 提升游客体验感 满意度 要坚持因地制宜 自主创意 不断丰富全年旅游业态 延长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层次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合理摆布 吃住行 游购于全要素 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要有效推进闲置项目盘活 加强规划设计 加快损毁房屋修缮 更好引导预期 在美人松公园 森公文化园 胡玉婷实地了解 人文景观建设情况 他指出 要立足长白山景区生态优势 挖掘文化要素 为游客和市民 打造更多休闲娱乐好去处 在长白山高铁站 胡玉婷详细了解 沈白高铁建设规划 旅客接待能力建设等情况 他指出 要加快沈白高铁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车站服务能力 完善服务设施 提高乘客的舒适度和便利度 建设世界地质公园 将有效推动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胡玉婷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 头道保护管理站 长白山自然博物馆 详细了解地质公园建设 和后续管理工作情况 他强调 要充分利用独特地质资源 扎实做好监测调度 地质遗迹保护等工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切实抓好后续管理工作 丰富地质科普 生态康养 旅游观光等产品内涵 加快释放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效应 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严厉打击 盗罚盗猎等违法行为 加强病虫害防治 助劳生态安全屏障 调研期间 胡玉婷主持召开专题会 听取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打造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建设 及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会议 筹备情况 部署下部工作 他指出 长白山是吉林旅游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第一品牌 是世界级的宝贵资源 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有可为 必须大有作为 要抢抓世界地质公园建设 有力契机 以超常举措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率先突破 一要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抓紧制定出台行动方案 坚持高标准 高定位 对标世界一流水平 推动长白山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政策措施 落地落实 坚持全省一盘起 加强区域协同 部门联动 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形成共促长白山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二要扎实做好基础工作 提早抓好 避暑休闲旅游高峰各项准备工作 对标审败高铁开通节点 加强需求分析 宣传推介 串点成链 打造新制产品生态 加快补齐网络通讯 道路交通 市容市贸等公共服务短板 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 提高景区承载能力 提升旅游通达度 景区美誉度 游客认同感 三要创新完善生态价值 实现机制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研究好 落实好 各类政策 创新管理运营模式 进一步放大文物 地质遗迹等综合效益 切实把宝贵的生态资源 保护好 利用好 四要高质量抓好文旅产业 宣传推介和合作对接 按照节俭务实要求 科学优化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促进会议安排 突出市场化理念 组织筹划好产品推介 合作洽谈 项目招商 市场对接等活动 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杨安地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省政协主席朱国贤 到吉林省浙江商会 湖南商会 开展走访调研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和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论述 紧抓振兴机遇 开放机遇 产业机遇 讲好吉林故事 宣传吉林优势 为推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宁心俱立 助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朱国贤每到一处 都认真了解商会发展历程 商会会员企业 在即落户投资等情况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 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的贡献 座谈中 朱国贤与商会负责人 商会企业家代表 开展互动交流 听取意见建议 他指出 多年来 吉林省浙江商会 湖南商会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和新时代 浙商商商精神 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 主动融入吉林发展大局 不断整合发展资源 在支持经济发展 促进区域合作 博物社会民生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贡献 朱国贤表示 吉林资源秉赋突出 产业基础扎实 发展前景广阔 是一片投资合作沃土 创新创业宝地 希望大家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抢抓吉林 蕴含的振兴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机遇 政策叠加机遇 统筹考虑 在即发展布局 力争取得更多共赢成果 要聚焦深入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围绕培育四大集群 发展六星产业 建设四星设施 找准突破点 锚定发力点 加大全方位对口合作 多层次战略合作力度 在推进项目建设 产业升级 动能培育等方面 积极穿针引线 助力吉林 落地更多产业项目 要充分发挥 重要桥梁纽带作用 密切企业与政府的联系 协调融洽 会员企业间关系 不断提升商会凝聚力 号召力 带领更多企业伙伴 考察吉林 投资吉林 创业吉林 在推动吉林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 展现新作为 赶出新业绩 省政协将立足职能优势 扎实调查研究 深入协商议政 用心用力 做好招商引资 招财引誓工作 推动会企助企政策 落地见效 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升级 不断凝聚起 吉林全面振兴发展的 强大合力 4月17号 长春市生物医药 和生命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长春举行 当前 长春正持续打造 咏春现代生物医药城 持续瞄准 双十双百双千奋斗目标 加速推动长春市 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 实现更好更快 更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造国际领先 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 生态新城 此次大会强化 正产学研协同 地校院企携手 抢占新赛道 培育新动能 加快打造 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 特色鲜明的 千一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努力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提供有力支撑 邀请了众多的院士 学者和企业家 集聚一堂 共同探讨 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 未来的发展 也为长春医药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没看到 就是说对于创新药的支持 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这个扶持 也看到了长春市发展 创新药和生物医药机器的决心 全力以赴推动 全市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 实现更快速度 更大总量 更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还举行了院士工作站 专家委员会 三大联盟 揭牌成立仪式 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 标志着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 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全面吹响了长春生物医药 和生命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今天吉林楷模王岐同志 先进世纪报告会 在省宾馆一楼大剧场举行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陆宝 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六位报告团成员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 讲述了王岐同志的 改人故事和可贵精神 报告会现场气氛热烈 掌声此起彼伏 曹陆宝强调 当前群省上下 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努力同心 真抓实干 努力走出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新路 我们要学习王岐同志 始至报国 忠诚使命 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投身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要学习王岐同志 自信自立 超越自我 奋勇搏击的顽强意志 从榜样世纪中 汲取奋进动力 始至砥砺向前 要学习王岐同志 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为民服务的奋斗初心 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天来自省职机关 长春市职机关的代表 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代表 以及驻场部队官兵 驻场高校师生代表 共约800人参加了 吉林楷模 王岐同志 先进世纪报告会 吉林楷模 王岐同志的世纪 生动感人 催人奋进 王岐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 1986年在作战中 富商造成双目失明 荣立一等工 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 他身残至肩 自学盲文 完成中医针灸和按摩学习 成为一名部队军医 2003年以来 王岐两次获评全国自强模范 先后获得全省残疾人工作 先进个人 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吉林楷模等称号 如今王岐作为 吉林省盲人协会主席 继续在岗位上 书写新的荣光 用辛勤付出 诠释优秀革命军人的 时代风范 我们应该学习 王岐主席这种精神 把这种精神传递出去 也同时希望 王岐主席的这种精神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 我和王岐是同龄人 也是同其入伍的战友 作为军人当国家有难时 为报效祖国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地方 仍然对于吉林省的全面振兴 应该是说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报告会上 王岐同志动情地讲述了 自己自强不息 勇意前行的拼搏历程 和人生感悟 其他五位报告团成员 从不同角度真实生动地 讲述了王岐同志的先进事迹 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 发人深省 催人奋进 参会人员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党性催炼和精神洗礼 大家表示 要以王岐同志为榜样 弘扬正气 倡导新风 立足岗位 奋发有为 以实干实际 奋力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 新时代革命军人 应有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工作者 全面落实好各项优腐政策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努力让退役军人的获得感 更有成设 荣誉感更加提升 我感觉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的很多精神 我觉得都值得我去学习 我也应当不断地学习自己的 专业技能和本领 为吉林振兴 为国家富强 贡献出我们 市长群体的一份力量 我们要以楷模为榜样 忠诚履职 践行使命 不断为党和人民 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学习王岐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就是要学习他 坚定不移的一致品质 就是要学习他 甘于奉献的为民情怀 就是要学习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也会像他一样 就是坚定自己的信仰 同时勇于挑战自己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专精特新专栏 走进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促进会 推荐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在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全力为客户赶制订单 企业的主导产品是汽车发动机 飞轮齿环总成 汽车齿圈等600余种产品 2008年起 企业就与吉林大学开展起效合作 进行双质量飞轮的研发 经过十年不懈努力 打破了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垄断 填补了国内空白 实现批量生产 它是能更好的衰减发动机扭震 然后进一步提高整车的MV特性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与整车厂同步开发 现在我们已经给很多主义厂 配合混合动力的双阳飞轮 中间过程中我们市的区域的 工信局的包括省工营厅 带我们走出去 到国外一些相关的企业去调研去学习 应该说从这种引进技术 包括吸收技术 再到我们自主消化技术 也使得我们这个双阳飞轮技术得以成长 企业拥有一支52人的技术研发团队 每年投入超过6000万元 进行新产品开发 截至目前 大华公司共取得70项双质量飞轮专利 形成了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配套厂家也由一气集团 一气大众发展到上海大众 北京现代 康明司 吉利等国内49家主机厂 出口产品配套的领域 也覆盖了德 美 韩 日 法 五大主流车系 在这一过程中 不断提升了我们整个团队的产品开发能力 也培养了一批我们高科技人才 就拿我来说 我这通过研究这个顺量飞轮 成为我们兵器集团的 青年科技大作人 有了这个科研团队 这个产品研发 我们就更好能支撑我们去转型 去升级 近年来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 企业超前规划成立了机电控产品研发项目组 研发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产品 现在我们核心都是将机械 电子 包括一些控制单元 集合在一起的这种控制产品 我们也是瞄准了汽车发展的这种趋势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产品 是适应所有的 无论你是新能源还是我们传统的都适合 眼下新产品已经接近定型 计划在今年年底进行装车验证 力争在2025年实现小批量生产 今天的创业奋斗就在吉林专栏 我们来认识两位为家乡贡献青春力量的职场新人 赵海洋是吉林大学2023年的毕业生 大学期间就读于生物与医药专业 2023年春天 在长春市人才服务局和学校 共同举办的 五优服务进校园招聘会上 他对敌锐医疗产生兴趣 通过比试和面试后 赵海洋被敌锐医疗录取 这里的待遇和岗位发展前景 都让他满意 每个月能有固定的存款 并且这还会给提供 租房和住房补贴 并且我现在已经成功拿到了 一类人才的卡 毕业以来 赵海洋享受到了 一系列吉林省人才政策红利 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留在吉林 为吉林奉献力量的决心 因为我也是吉林省人 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 所以也想要留在这 然后为自己的家乡 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样在2023年 就职迪锐医疗的利剑博 也是通过 五优服务进校园活动与企业结缘 政府和企业提供的优厚待遇 大大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 让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让我们免除后顾之忧吧 能够尽情的在岗位上 发挥出自己的工作力量 4月17号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新智生产力赋能东北全面振兴学术研讨会 在长春召开 此次研讨会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发展新智生产力 为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蓄势赋能 活动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苏州大学 辽宁大学 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 六位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专家 围绕东北地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塑造东北全面振兴新优势 展开热烈讨论 提供智力支持 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是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的重要着力点 把握大趋势 下号先手期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也是吉林抢占发展制高点 打造竞争新优势 继续发展新动能的迫切任务 为东北全面振兴 提供强劲推动力 节目的最后 一起欣赏吉林各地春河景明的灿烂滑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